如果说你要在一幅里面再加一幅的话 以往可能要自己打 不过不用这么辛苦 我前面讲过 第一次用插入函数 第二次的话请你用前面这个箭头 再插入第二次一幅 它一样怎么样 会帮我把 有没有看到一幅里面多一个一幅 那接下来的话就判断什么 B B的部分 大于等于的话 70 应该多少 B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应该是这个储存格 这漏了一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B 所以输入一个B 反之 再一次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还要再判断的话 很简单 再点一下前面 所以这边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遇到那个多重判断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再点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成绩 大于等于到 60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D 好 做完了 OK 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我把它置中 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 OK 应该还算简单吧 好 你反正你就一层一层 如果你之前不会的话 我看这个应该还蛮头大的 这个用人工来做 我想应该太花时间了 那你的工作里面 不可能说只有两重的 Tru force 如果你要有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怎么办 这一招就管用了 这一招 OK 如果 你会发现 如果你直接自己打完这一串 应该是不太可能 所以要用方法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插入函数的时候 请你用什么 用这个 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记得 就是这个地方 关键在这里 油标还是停在这里 那你油标停在这里之后 特别是油标停这边 记得去点这边 你不要再点这边 这边就完蛋了 如果你再点这边 就盖掉了 记得点这边 OK 那点击它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IF 加上去 有没有 它自动加在这里了 那你就再把D打上去 然后再把C打上去 剩下就是 剩下就D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快就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就这一串 OK 所以一个 这个是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 那当然最后完成的画面 在云端上也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刚刚来不及记的话 这边也有 这个是两重的 多重的 那等一下就是再思考 转换成VBA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这边有个VBA 那很简单嘛 你可以按下去 自动帮你输出 合格不合格 清除 反正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说怎么样把那个IF加上去 那一幅 那一样 你这边当然也可以讲 输出的时候VBA 有没有办法做多重的 也可以啦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继续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将来如果各位遇到 逻辑里面呢 两重的 很简单 多重的也不用担心 反正一直往下判断下来就OK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因为你工作里面 通常会遇到 都不只是一种的逻辑 如果你多重逻辑 这一招其实还蛮一下子 而且我觉得还不太容易做错 你要慢慢习惯什么 用这个上面的四窗 用习惯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还蛮方便 而且可以很流畅的 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那将来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有没有放上去 再按一下插入函数这个按钮 它也会自动帮你把公式带过来 OK这里请各位试试看